没关系,我是一个很开明的人,我不论你有多少人的传承,只要被背叛师门便可以了。 拂云贤人平静地说道,如果被人知道了拂云贤人居然这么说,肯定会跌了一地的下巴的。 在仙界,有多少人欲要拜拂云贤人为师,但却是连门都没有。 拂云贤人的弟子,那一个不是霸天绝地的巨头一般的存在。 今日,他亲自开口说要收叶阳为弟子,而叶阳居然拒绝了。 而且,拂云贤人居然也没有拂袖而去之类的,而是这么有耐心地给叶阳说。 叶阳还是有些忧郁。 实际上,拜师,他并没有拒绝什么的。 毕竟,在不同的层次,拜不同的强者为师,这再正常不过了。 总不能从一而终吧。 譬如,如果叶阳在仙道世界就拜师了的话,那以后他岂不是不能拜师了? 但在拜师之前,他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师父的来历。 是好人还是什么? 最主要的是,他想要知道拂云贤人与美女师父柳瑶是不是敌人。 拂云贤人是仙界的巨头, 叶阳感觉到柳瑶也极有可能是仙界的某一个巨头。 甚至,在镇压在叶家祖地里的那个女仙怕也是巨头级别的存在。 如果双方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, 叶阳还不会担心什么。 但大家同样是巨头的话, 那就难免是敌人了。 如果双方真是敌人呢? 叶阳夹在双方的中间, 那就难做了。 你还是想要知道我的身份。 见到叶阳犹豫, 拂云贤人在开仙口。 叶阳点点头。 拂云贤人静静地看着他, 两久之后, 他才缓缓说道, 你的心灵已经成仙, 他是去过仙界了。 那么我问你, 你对仙界有多少理解? 你认为的最强大的势力或者存在是谁? 最强的势力。 上官世家算不算? 叶阳接触过上官文号, 得知上官世家在仙界都是一个超级势力。 非仙台的主人, 也是一个老祖级别的存在。 但非仙台的主人,